第176集 在做低了樓梯間那兩個人之後 影子就打開了通向裡面的鐵門 我問影子 這裡的門把鎖可不可以弄爛它 他想都沒想 禮手就一槍射到電子鎖那裡 幸好這槍是裝了消音器 沒有什麼聲音 而那扇門鎖就閃了火花 飆了煙 我看到並沒有驚動到任何人 這樣才放心了些 我試著繼續向前走 這次我們每經過一間房 都會進去搜刮一輪 我發現原來很多房間裡 裝著的都不是醫療器械 大多數都是一些人腦的標本 李兄靜悸地問我 他們用這樣的標本打算做什麼 他們是用來研究 研究人腦的結構 特別是研究溝回體的深度和長度 他們手上應該有這些標本 生前思維活躍程度的實驗數據 愛好和性格特徵之類的各項指標 你的意思是他們用三人做實驗 然後又把人弄死用來做科學研究 我點了下頭 而這些最終的研究數據 就會成為那些被黑龍出來的人的思維程式 當然 他們在置入思維程式的時候 會加入一些他們的需要 簡單來說 就是他們的命令提示 他們會令到這些黑龍出來的人 在完全服從他們命令的前提下 擁有原來那個人的人的人物特徵 習慣,性格和思維模式 我這樣說就並不是在這裡胡說二十四 這些全部都是我之前在六家研究基地 看過的那份資料裡面提到過的 看來坊間勾結日本仔 研究思維直入也已經研究了很久了 我們接著又在另一間房 看到很多實驗數據和研究報告 我現在很確信 他們已經大致上可以掌握到思維提取和合成的技術 只不過在置入的方法上 依然還是一片空白 這才是他們為何 逼不及待地想要捉住我的真正原因 他們是需要在置入性催眠的基礎上 再進行思維直入的技術合成 而這項技術 現在就只有我知道了 如果他們得到這項技術 再配合黑龍技術 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我現在又是憤怒又是擔憂 我憤怒是因為他們為了達到他們那些握觸的目的 不惜草奸人命 而擔憂的是 我怕一旦他們的目的達到之後 都不知道會為這個世界帶來幾大的災難 我在心裡 禁止下定了決心 這一魂一定要跟他們對抗到底 一定要令他們的計劃破產 此時此刻 我已經沒有太多地去考慮自身的安危了 其實當我陷入了隱形人的案件的一刻開始 我就已經拉開了這個驚天陰謀的序幕 我現在也只能夠繼續向前走 沒理由退回頭 而且我現在已經站在風口浪尖 就算我想移動也沒有路去移動 如果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那我就會失去一切 包括家庭、家人、甚至是條命 影子看著眼前這些資料就問了 一會兒要不要一把火燒光這些東西 我搖搖頭說 沒用了 我這麼肯定 這裡這些東西全部都有備份 我們之前在海里 之所以可以銷毀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因為陸少 是他給了機會我 而且還是他本來 就想借我手銷毀那些資料 現在說起來 一天最壞都是陸少 忍著我一步步踩進他的局 你這樣說就冤枉陸少 他之前說過 我只有你可以一步步地接近真相 然後將他毀滅 所以他才會放這麼多心機在你身上 唉 其實他也沒辦法 我聽他這樣說 就笑笑口地表示理解 而這陣子 李兄突然間做了一個禁星的手勢 接著我們就聽見門口有人說話 旁邊一定是出了事了 小丁他們下去這麼久 到現在還沒回來 然後我們又聽見 今才看到大聲發號司令的那把聲 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貓仔和小刀呢 剛才還在這裡 對了 實在有人潛上來 拉來 影子和李兄當然就不會等他們發警暴了 他們兩個迅速打開門 一下子衝了出去 我緊緊在他們身後 只見兩邊已經打了起來了 李兄很輕鬆地做下一個 而那個領頭人居然和影子打到奇古相當 而且看起來 影子似乎根本沒有佔到優勢 李兄大喝一聲 金哥我來幫你 然後他也加入了戰團 李兄是肉博高手 他的加入就令到那個人馬上弱勢了很多 我仔細地看了那個人 面上肌肉橫得 身高大概一米八左右 身材很大隻 他穿著黑色的襯衣 那些肌肉迫到就來爆 那個人眼看著自己就來頂不住了 目光開始四圍掃 我就低渴了一聲 小心啊他想走啊 他掘了我一眼然後就說 你們是警衛局的 李兄就笑著說 你這傢伙都幾識貨啊 哼 阿爺我在警衛局的時候 你還穿著開浪褲啊 影子聽他這麼說 動作都慢了幾分 他就問 你是誰啊 受伯蟲 你就是鐵塔 蛤 原來居然還有人記得我啊 嘿嘿 你為什麼要作咒為力啊 我只知道科家對我有恩 但樣東西我不管得那麼多了 受伯蟲這頭講完 手上邊的動作又快了幾分 影子又問 科小圓的功夫是你說的 嘿嘿 怎麼啊 不會是在他手上邊接個底吧 嘿嘿嘿 接著影子就沒有再說話了 但是我可以感覺到 他似乎沒有再繼續用全力 好像是想放這個男人一條生路一樣 但是那個姓仇的呢 就一點都不領情啊 你不用手下留情 有本事就做低我 不是的話 你們一個都走不掉啊 李兄一聽他這麼說 即時就不爽了 金哥 你先休息一下 等我來陪他玩一下 不管他什麼鋼塔鐵塔 我李兄都沒怕過 於是影子就退回來我身邊 我看著他 他低頭小小聲地說 他是一姐的師兄 我之前答應過一姐 如果有朝一日見到他的話 會放他一馬 這一次我是放了的了 至於說他打不打得贏李兄 就要看他自己的做法了 說完他就閃到去通道的轉彎角 留意著裡邊的動靜 我們再看看李兄那邊的情況 俗語都有說 權怕少壯 這句說話一點都沒有錯 那個姓仇的 看上去三十多歲 跟影子他們差不多 而李兄才對二十幾歲 正是青春年少 再加上李兄本身就是擅長肉搏箭 他出手一招快過一招 轉眼間 俗帕蟲就只能夠在這裡招架 但是他還口硬 扮得很輕鬆的 英俊 不錯 他還沒剛入行 李兄又哪會跟他浪費口水 沙波那麼大的拳頭 一錘快過一錘 好像下雨一樣 撞在俗帕蟲的身上 俗帕蟲痛到面部扭曲 最後只見李兄狠狠的一拳 擊中了他的腹部 他出之都頂不住 跌在底了 他很艱難地想爬起來 但是試了幾次都沒有成功 他忽然間噴了一大口血 但是面上邊 卻是帶著一些淡淡的笑容 英俊 可不可以 我知道 你叫什麼名 李兄看著他 冷冰冰地說 警衛局 上衛 李兄 好 是 李朝臣 冷冰冰 他說完 就整個人趴下了 我走過去 用手探探他的鼻子 轉頭和影子說 沒氣了 影子眼中閃過一絲悲涼 細細聲地說 唉 他是個很優秀的人 可惜了 李兄就說 我是不是做錯了 我就說 你沒有錯 錯的是他身後的人 他跟我們一樣 只不過是個卓仔 只能進 沒得退 接著 我們收拾好心情 繼續向裡面走 這裡已經沒有什麼守衛了 我們在一間房子裡面 找到了三個穿著白帶瓜的男人 他們個個都蹲在桌下面 看到我們之後 全身都震了 影子把他們全部撿出來 就問 你們是什麼人 那三個人 嘔嘔嘔嘔 餓了半天 我就笑著說 是日本人 那怎麼辦 我平時並不主張殺陸 但是當我一想起 外面那些浸在器皿裡面 那些無辜的生命的時候 我心裡頭 就立即把幾火了 我轉身就說 留下一個會說話的帶走 然後 我就走出了房間 接著 我聽見房裡裡 傳出了嗯嗯的兩聲 就忍不住在心裡說 菩薩 醉過了 姚書你的弟子 很快 影子和李兄 一個人走出來 那個人嘴裡 還塞著一塊爛布 影子就問了 奇怪了 好像這裡沒有什麼守衛 我就說 十二樓到十七樓之間 應該還有守衛 不然的話 剛才仇魄蟲都不會想著 拉靈預警 李兄就問 那現在怎麼辦 從這邊的電梯 下去地下停車場吧 我們搭電梯 落了負一樓 停車場那裡 並沒有人 影子隨便找了一輛車 我們上了車之後 就直接開著車衝出了停車場 停車場到閘 這輛車撞到爛了 閘口的保安都還沒有搞清楚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就已經走到沒有影子了 我們開著車來到街口 馬上就換回自己的車 我們並沒有回酒店 而是去了魯曼他們住的地方 我們抓到的這個人 暫時要留在他們那裡 在我們到了魯曼那裡之後 我很仔細地交代李兄 一定要嚴密地控制著這個日本人 他對我們會很有作用 當然了 還要保證魯曼和顧雄他們的安全 魯曼就有點不以為然 他說他已經可以行動之餘了 還展示了一下他的身手給我看 我就笑著說 你就安安心心再休息多兩天 很快有大動作要交給你做的了 一邊的顧雄就面無表情地問 我還去蒲巴 這兩天就先休息一下 我估計他們應該都沒有心情去蒲巴的了 當我將一切都處理拖當 回到我們住的酒店之後 已經三點多了 我和影子靜靜靜地處發入房 今天李昌就沒有喝水 所以賈魯曼是沒有機會出來的 當然這一切他都不會知道 我心裡頭在偷笑 明天迎接他的 將會是他的主人最嚴厲的懲罰 我想他們之間的契約關係 也會隨著我們今晚的行動 變得極為脆弱 影子到了家下還很興奮 他就問我 接下來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明天再說吧 明天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 歡迎收聽 明天早上才剛好到八點 門鐘就不停地在這裡響 我和影子連忙爬起來 影子就說 他們怎麼這麼早起床 我想應該不是他們 影子右手握著槍 收在身後 然後走過去開門 那些人 當我們看到門口站著那個人的時候 我們當堂都吐了 我們真的發夢也想不到 一大組出現在這裡的不速之客 竟然會是荒小荒 而且只有他一個人 他看到我們之後 面上帶著一些很虛假的笑容 雙手是心口啪啪的說 豬哥 金哥 你們好 自從上一次分別之後 已經很久沒見了 對了 爺爺他很掛念你 說你是他最欣賞的人 可惜你在我們方家作下的時間太短了 他還有很多事想跟你好好聊聊 而且還希望我們兩兄弟 可以多點向主角來學習 他的開場白真是認真特別 加上他的笑容 就好像是我們之間 從來都沒有發生過什麼不愉快的事 簡直就好像是很多年沒有見過朋友 我跟影子說 還不快請方少爺入屋坐 影子這樣才側側地身 將方小方讓進來 方小方坐下來之後 我就問 方老爺還好嗎 謝謝關心 他的老人家很好 方少爺今天到訪 一定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他這樣才伸手 在西裝裏頭 拿出了一張紅色的請簡 然後好恭敬地遞了給我 爺爺十六號擺大壽 專程來請主角紀委上山去喝一杯 我接過來一看 只見上邊寫著 諸藝小友及同伴 多日不見 甚是掛念 認得讓小方請諸偉近日上山作客 忘物推辭 黑霧 我就笑了 張請簡 居然是方老爺親自寫的 不過他就沒有說是甚麼獸神 更加像是朋友之間的邀請 我將一張請簡放在茶几上面 然後跟方小方說 多謝方老爺的好愛 幫我轉告方老爺 就說到時候 諸藝一定會跟朋友 一起去跟他老人家賀壽 於是方小方又隨便黑套了兩句 就起來離開了 影子真的很動悶 他拿起茶几上面那張請簡 看來看去看了幾次 然後就問 你說這個方老爺 究竟想搞甚麼 我領領頭就說 不知道 不過他是個高人 有時候做些事 其他人根本都看不明白 就是了 不然的話 你也不會三番四次在他手上被蝕底 那你打算怎樣做 你覺得呢 我覺得 這個就是個熊滿煙 這個這個方家 我現在真的怕了他 如果說你影子會怕方家 真是打死我也不相信 其實你現在也不知 多想找機會接近方家 幫一姐報仇 他翻了個大白眼給我 我就說 我都懶得理你 你只是一個魔鬼 唉 不過這次我們一定要去 我真的想看看這個方老爺 究竟想要做甚麼 這次陸少爺也會去 他這次不敢對我們怎樣 現在來十六號還有一個星期 我們一定要把老萬的事解決了他 不可以帶著一個定時炸彈在身邊 我按下頭就說 我再想想辦法 忽然間 影子開口問了 你看剛才方小方的樣子 難道他們還不知道昨晚發生的事 有甚麼可能不知道 怕他們那邊家長已經拆天了 不過說實話 我真是很佩服這個年輕 年紀不是很大 但是城府又這麼深 你看他剛才告過這樣的笑容 誰會猜到 其實他宜得就想整死我們 唉 是啊 這個方小方真的不可以小看他 不然的話 也不會被人叫做難纏的方小方 正當我和影子還在談的時候 門鐘又是響了 這一次是賈魯曼和李廠 我逼他們進來之後 關好道門 然後就說 唉 你們來了 有件事要跟你們說 昨晚你們離開之後 我和影子又去了一次方家的倉庫 我一邊說 一邊觀察著賈魯曼的神情 只見他面色未變 但是馬上又恢復常態 他就問 有沒有發現到什麼 我就把整個經過 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們 那當然 我就沒有提到李兄 只是說只有我和影子 而當賈魯曼聽到就我們兩個 就已經把整個十七樓掩盪了的時候 他的表情就好像被人說了早份那麼難看 我就覺得有些好笑 可能是思維直入的技術不過關 情傷有點太低了 沒辦法自如地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就問 魯曼 你幹什麼 你哪裡不舒服 他這樣才從震驚當中回過神來 他就說 沒有 沒事 只不過是想不到你們這麼厲害 那個仇魄蟲真的死了嗎 死了 不過他真的很厲害 影子很辛苦才搞定他 我們差點就真的回不了來了 李廠在旁邊 一米在這裡怪我們 說有這麼刺激的行動 居然不叫他 我就說 原本只是想出來逛逛 後來逛逛逛 才想到再去探一下 接著 我又把方家的邀請衫拿出來給他們看 李廠很興奮 他說想看看金靈第一世家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我就笑笑說 的確很霸氣的 很有王者風範的 他聽我這麼說 就更加若若欲試了 反而賈魯曼就目光閃爍 不置可否的 看得出他現在還未能夠從剛才的震驚當中走出來 對於他來說 不能夠及時地把情報傳遞出去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失誤了 但他又不可以說是因為我們不信任他 如果他用我們不信任他為藉口 那麼那邊也會懷疑他存在的價值 那對他自己來說 一點好處都沒有 接著我又說 好了 我們今天大家都好好地休息一下 這陣子大家都很累的了 李廠聽了之後就很開心地說 那我們今天去哪裡玩呢 影子就說 不如去秦淮河那邊轉一下 咦 秦淮河要夜遊才有意思的嘛 日後我們去掛下商場吧 齊 幾個男人去掛商場 真是放你想得出來 李廠對我這句提議很不褻 而影子就看著我沒有出聲 我就笑著說 不想去也可以 那就自由行動吧 嗯 算了 我才不去啊 賈魯曼聽見李廠這樣說 他也很快地說 我都不去了 你們去吧 影子 咦 你不會不陪我去吧 陪 當然陪了 你如果出了什麼事那怎麼辦 我背對著賈魯曼的時候 打了個顏色給李廠 叫他留意著賈魯曼 他就不動聲色地掛頭 我又跟影子說 換衣吧 我們去逛商場吧 我突然很想購物 很久都沒有體驗過花錢的感覺 於是乎 我跟影子就真的逛了整天的商場 我們買了幾套衣服 又買了一部手機 和幾張不記名的手機卡 而同時這一整天 都有兩個人一直在跟著我們 不過我們根本沒有當是一回事 他們喜歡跟就跟吧 好事來的 這樣就說明李廠他們後面沒有人跟著 那他就可以很輕鬆地跟蹤賈魯曼 看看他究竟去了哪裡 和什麼人接觸 影子一直在罵我老狐狸 他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說我了 我就笑著這樣說 你這個詞用在我身上 有點恭維我了 比我來講 方老爺更加擔得起這個美語 影子想了一下就說 那倒是 不過你是老狐狸 他是老狐狸精 我和影子一直逛街逛到五點多鐘才回酒店 我放下東西之後 即時就爬上床了 好累啊 逛街逛整天 都不知道那些女人 為什麼逛街逛街會不累的 影子拎了頭 那我就沒有研究過了 不過就當是鍛煉身體了 喜歡逛街的女人 身體相對來說也好一點的 蛤? 什麼邏輯啊? 在快七點的時候 李廠率才回來了 都沒等我們開口問 他喝了一大口水 然後就問我們了 你們知不知道 今天一整天 那個賈魯曼去了哪裡啊? 我和影子都領領頭 我們就當然不知道了 我就說 你隨便說吧 不要賣關子了 十一點多的時候 他才去了一家溫州的洗頭店 我沒有跟進去 我只看到他站在門口 跟那個小姐姐聊了半天 我猜他在這裡講假了 然後大概四十分鐘之後 他就出來了 接著他又去了七峽山下面一個農家 在那裡和一個老坑喝了一陣子的酒 大概從一點喝到兩點十分 最後他又回到市區 去了一家洗藥中心 勾了兩個多小時才出來 影子連忙就問 洗頭店和洗浴中心 你都沒有跟進去嗎? 我怕跟得太近的話 他會發現 嗯 你坐過得對的 跟得太貼會打出驚蛇 雖然我們就不知道他和誰聯絡過 但是有一點 這三個地方一定有一個 就是他的聯絡據點 正當我們還在說的時候 門鐘就響了 賈魯曼回來了 我就笑著跟他說 大家都在等你 一起出去吃飯吧 不好意思 回來遲了一些 等了很久了 別說那麼多了 快點回房準備一下 出去吃飯吧 賈魯曼和李廠回房之後 影子就問我 你覺得這三個地方 哪一個更加像是聯絡點 怎麼樣? 我覺得都不像 他很可能已經發現了我們的意圖 他是在這裏特地帶著李廠四周圍跋的 你想想 如果是你想去玩的話 你會不會同一天 從洗頭泡一直玩到洗浴中心 這樣不是很合理 這兩個地方玩的東西是一樣的 根本都不用換地方 他這樣做很明顯是在玩李廠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178集 他怎麼知道我們正在懷疑他 很簡單 當我們第二次去探查方家倉庫的時候 瞞著他們 他就應該已經警覺了 這樣看來 他已經不可以留在我們身邊了 只不過魯曼 只不過魯曼現在 還沒辦法取代他 打入他們內部 唉 拼一拼吧 看看可不可以說服他 和我們合作 你的意思是 正當我和影子 還在討論的時候 門鐘響了 應該是賈魯曼和李廠 收拾好東西之後 過來叫我們吃飯的 我就笑著和影子說 好了,不說了 一會兒就照我說給他做 影子掩頭 就走過去開門 看到的確他們之後 我就說 走吧,我們去找間村菜館 好久都沒有吃過辣菜了 我們在街上轉了兩圈 想不到 居然被我在金陵 找到一家可賤菜館 我們進去坐下後 我就叫賈魯曼怎麼送 她的確是老實不客氣 怎樣到送多到連桌子也放不下 我眼睛睛地看著她 她在很多地方和魯曼簡直是一模一樣 就連一些性格習慣也是 我之前還一直在想 如果一旦被魯曼歸隊之後 那麼這個流料應該怎麼處置呢 從情感的角度來說 無論是我,影子,還是魯曼自己 我們都不能下手 但是留下她 這樣說不定 以後會成為一個禍患的 我這陣子心裡真的很糾結 甚至還帶著深深的碗色 我叫著一個服務員問 麻煩,你們這裡有沒有茅台? 當然有 不會是留下吧? 當然是真的 搞貨,哪裡能逃得你的眼睛? 聽你的口音應該是貴州人吧? 那好吧,拿兩支吧 我拍一聽,即時很不解地看了我一眼 她知道我平時一般是不喝酒的 特別是在現在這種非常時期非常環境當中 更加滴酒不沾的 我微笑著說 這段時間大家都很辛苦 這段時間大家都很辛苦 今天難得找到一間家鄉菜館 不喝回家鄉酒怎麼可以? 老曼,你說是不是? 賈老曼,聽見我問他 連忙說 就是了 貴州菜再加上茅台酒 嘻嘻嘻,豬哥就像回家一樣 嘻嘻,還是老曼理解我 很快,酒菜就送上來了 理廠拎開了一瓶茅台酒 幫大家倒了一杯 我拿起酒杯 我拿起酒杯就說 我很感謝大家這段時間以來 對我的保護和照顧 說句老套一點 我們大家都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我叫做大幾歲 整夢大家看得起 叫我一聲豬哥 我在這裡敬大家一杯 他們三個人聽見我這麼說 即時個個都站起來 影子就說 诶,豬哥,你這麼說就太見愛了 我們跟著你學會了很多東西 一點都沒有時抵過 李廠和賈老曼也都連忙 是呀,是呀 好,心意在酒中 我們乾了這杯 接下來,我們大家的氣氛就很融合了 我暗瓦底打了個顏色給李廠 叫他多些向賈老曼敬酒 然後又說些事 聊賈老曼 無論如何都要多些和影子喝幾杯 這個賈老曼 說起喝酒的確也是個爽快人 他來者不拒 喝完一杯又一杯 中途居然還叫著要敬我 我唯有陪著他喝幾杯 他和老曼實在太相似了 要不然他那種帶著一些邪氣的眼神 我差點都分不清他們兩個 喝光了 喝光了 喝光了